马英九出席莫拉克风灾周年座谈会 强调继续惨痛教训 重灾防灾 座谈会上杨秋新刻意缺席 秋菊关系引关注 朱立伦网络征集代表新北市的标语 对手蔡英文阵营幕僚也投稿 讽刺意味十足 我也欢迎各个好朋友大家提供创意 只要是善意多 陈志忠被报有招季专用手机 求以加码爆料其更钟情应招女小青 听说小青最得到赵继兰的青睐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我是艾克卓 在福州向大家问好 8月1号 马英九到高雄出席 联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座谈会 与养殖钢铁等业界座谈 马英九指出 签订ECFA让台湾跨出三大步 就是避免被边缘化 联岸经贸制度化 促进全球化等 让台湾产品有更多的筹码 与其他地区竞争 除了出席ECFA座谈会 马英九昨天还在高雄出席了 摩拉克台风灾后重建周年座谈会 马英九表示 经过巴巴风灾惨痛的教训 大家要记取防灾救灾的重要 避灾是防灾的核心工作 这场重建座谈 也邀请了巴巴风灾重灾区的地方官员 包括陈局杨秋星参加 但是杨秋星似乎是刻意回避陈局 指派代表来到会场 秋局两个人的关系 再度被外界放大解读 正值巴巴水灾一周年临近之际 马英九一号在摩拉克台风灾后 重建周年座谈会上 强调危机撤离的重要性 他说当初多归防灾专员 紧急撤离九千多人 不然恐怕会增加一千多人罹难 如果不撤的话 会在此一千零四人 还是照我们古人的老办法 三十六计 偶尾上计 用避灾的方式 这场活动由台行政机构组织 活动还特意邀请台湾南部地区的地方父母官 包括陈菊杨秋星 陈菊先坐下而安排坐在他旁边的 正是杨秋星 外界猜测会不会在这狭路相逢 结果虽然杨秋星也在收邀名单中 不过他还在为要不要退党参选而缺席 在活动中 黄昭顺拿着向日葵 已经上台好久 还一直表示要陈菊也表态 未来的选举形势 陈菊才终于被想起来 吴敦一把把陈菊拉到中间 表示未来的防灾还得多费心 不过在这种特殊的场合 陈菊还是没有回应 我们再来关注 其他几位蓝绿五多候选人 周末都在忙些什么 拼台北市长选举 郝龙斌苏贞昌周末行程满档 而且攻势一动一进 郝龙斌赶场拉原住民选票 还又唱又跳的 而苏贞昌呢 则是在造势场合 列举了知名导演的 第一视角拍摄法 声称要用市民的角度来看市政 抢攻基层选票 变身少数民族大头目 郝市长一身传统服饰又唱又跳 再来秀几句苦练多时的少数民族语言 而苏贞昌这头则谈起 扬明国际的已故日本导演 小金安二郎著名的 低视角仰视拍摄法 仔细看电影《东京物语》 几乎都是由低视角拍摄 苏贞昌从中体悟出深深感想 用这种低角度来拍摄 要用人民的角度来看问题 用市民的眼睛来看市政 从基层感想解决问题 苏贞昌悟出执政感想 郝龙斌从感叹拉票中 抢握选票 动静之间拼五都 新北市长参选人朱立伦 和蔡英文周末跑基层 拍照是最好的选民互动 朱立伦团队更是祭出了 就是他行动写真车中的 照片打印机 支持者和朱立伦拍照 既拍既拿 一天可以输出两三千张呢 而至于蔡英文的粉丝也不少 还有几位和蔡英文的名字 只有一字之差的支持者 说要组成山寨版的蔡英文家族 握手拍照 握手再拍照 五秒内解决 朱立伦和基层干部座谈 照相速度很快 想拿到照片更不用等 相片令印机 直接被搬到活动现场 相机的记忆卡一插 简直就像拍李德 舞台前面还在拍 刚刚拍完的照片 已经热腾腾输出 一张照片 墨水加相纸 不要十块钱 效率之高 好惊人 刚才跟我照完 这几百位都已经拿到照片了 你们算过一天可以印多少张 我们就像今天早上大概可能有两三千张吧 咔嚓笑一个 蔡英文也和支持者合拍团体照 照完握手 方式比较传统 要拿相片得等几天 不管怎样 诚意最重要 有粉丝一起入境 瞧瞧 蔡英文旁边这名老里长 叫蔡文英 旁边的这位叫做蔡中文 决战五都选战 蓝绿阵营都意识到了网络族群的力量 很早就开始经营网络的苏贞昌 靠着办网友聚会再次冲高人气 而国民党的朱立伦则是在网络上号召粉丝来投稿 票选最能代表新北市的一句话 但是他没想到 蔡英文的竞选幕僚也参与进来了 而且投稿的标语 颇具讽刺意味 我是朱立伦 我喜欢大家叫我阿文 朱立伦公布部落格还在网络办活动征选 最能代表新北市的一句话 结果对手蔡英文阵营的幕僚 黄重燕 居然以打造新新北不在吊车尾 加油 勇夺票选第三名 连网友投票都认同 对蓝营讽刺十足的吊车尾三个字 这样朱立伦脸上多冒出三条线 大家都有对新北市都有很多的期待 所以我也欢迎各个好朋友 大家提供创意 只要是善意的 朱立伦阵营赶紧解释 计票还没结束 名次还未定 庙市这项甄选还规划 前五名可以和朱立伦合拍宣传片 男性的网络使用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跟一个叔叔一起拍照 对网友来说真的不是很高 网络没有处合汉界 最容易穿透蓝绿板块 孙昌早就布局 卖力经营 要谢谢小金今天加入我们超越团队 所以要请市场候选人 送给小金一件我们的工作人员的Polo 3 哇你有力 从虚拟串联成实体互动 这开创了都会选举新战术 在网络上号称是宅城的朱学恒 怎么评价 绿营经营的比较早 而且他也有很多非常先进的人才 蓝营就是持续的对这个领域不是很重视 那越是不重视越是退缩 网络世界明显绿大蓝小 但如果当选真有好政策 或许更能赚到网友的心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陈志忠身陷交际一云 剧情就像滚雪球越来越复杂 国民党明代邱毅提报说 召绩门中的召绩男 真正喜欢的小姐不是妮可 而是另一位叫做小青的应召女 而台北市议员林瑞图更加码爆料说 陈志忠还有叫小姐的专属手机 陈志忠一事召绩风波 花了两个礼拜找不到女主角Niko 现在邱毅提报应召女还有第二号 听说小青最得到召绩男的青睐 那么Niko好像只是后来再找不到 小青刚好有别的客人的情况下 召绩男后来才退而求其次 那么找了Niko 他还秀出向台北地检署申请保全证据的资料 向下掌握从宾馆到人文首席沿线的公有监视器画面 认为陈志忠铁定跑不掉 远在台北市的市议员林瑞图正是交友广阔 他直接公布尼可应召战业者电话 说要提供司法交叉比对 陈志忠他在仿生说他只有一支电话 那因为基于个人隐私保护 这个问陈志忠看他有没有四支电话 他所说的小青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林瑞图先生所说的雷队长 邱委员能够尽量帮我们把他找出来 那邱委员对于这些这一段时间 努力的把事实真相找出来 我们是非常感谢的 陈志忠这边对多方包围继续保持低调 以不变硬万变 不知道是打算法院对决 还是另有布局盘算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海峡五报回来 我们继续新闻 曾任野生动物保育咨询委员台湾蛇王被控贩卖孟加拉虎 我今天看到药药 我跟妳讲我谁要比较高到一百七十 我会生气 夏日捕蚊大赛云林一名参赛者 一个月内捕获415万只蚊子 报得奖金十万新台币 台南一女子得女不易 与新生儿拍摄全罗写真展现纯真母爱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们节目昨天报道 嘉义一间民宿餐厅被踢爆残忍屠杀黑熊 贩售熊掌宴 台湾媒体随后又发现 被誉为台湾蛇王的黄国男 有跟这家民宿餐厅合作 疑似贩卖宾威动物孟加拉虎 而更为离谱的是 违法贩卖保育类动物的黄国男 居然还当过台农业部门的野生动物保育咨询委员 遭到平面媒体指控违法贩卖保育类 孟加拉虎的台湾蛇王 黄国男跳出来大声否认 还说自己气得血压飙高 我今天看到要让我给你讲 我血压飙高到170 我非常气 平面媒体指证丽丽还公布照片 表示在调查嘉义民宿业者屠杀黑熊的过程中 意外发现民宿老板林金修 也帮蛇王黄国男中介卖虎 卫装成卖家的记者 到蛇王开设了农场无色老虎 一只老虎开价55万 还教贾美家要用贾赠宇真买卖来掩人耳目 还说死掉的老虎比活着的还值钱 在荧幕上总是跟野生动物壮丝亲密的黄国男 农场养了7000条蛇 还有三只孟加拉虎 三只马来熊跟一只狮子 自称台湾蛇王的黄国男 还曾经担任过野生动物保育咨询委员 涉嫌贩卖老虎的消息传开 让民众都觉得实在太讽刺 至于主管的台南县农业处则说 都会不定期前往蛇王农场调查 饲养情形和数量是否相符 并没有发现过任何问题 蛇王是不是真的在卖老虎 相关单位恐怕得好好调查 暑假是旅游旺季 现在台湾游旅游团打出了夜间组团玩乐的噱头 越怪的行程居然还越好卖呢 不但有26小时的环岛旅行 还有专攻晚上逛夜市 清晨去看日出的行程 除了能晚间疯玩 也有偏好健康乐活风的旅游团 主打在山顶上做瑜伽 夜猫子睡不着 半夜订票 清晨出团 呼朋引伴出去玩马也通 史上头一遭让你这阳气疼 晚上八点从台北车站出发 搭夜车省住宿费 睡醒之后 清晨五点半抵达泰马里 早上七点到台东森林公园玩耍 顺道参观铁道艺术村 早一点半北上花东纵谷 还有七星潭清静大自然 接近傍晚五点半 从花莲返回台北 四个小时之后 抵达温暖的家 26个小时环岛巴士团 18小时通通都在车上 超疯狂行程 最低价四人同行888 双人同游 一千块游找 五辆车全卖光 想餐一咖 手脚慢一点 很抱歉 买不到了啦 整个订购也超乎我们的预期 大概在十天不到 那整个舞台游览车全屋爆满 暑假流团大拼场 除了有巴士团 还有其他业者锁定小周末 主打夜晚衔接白天 有的吃还有的玩 不管是喜欢搭船吹海风 还是偏好搭巴士爬爬走 旅游业者各出奇招 锁定的通通都是暑假旅游市场的庞大商机 为了吸引观光客 台东市新推出了观光夜市 总共135个摊贩 各种特色美食小吃 特产茶饮果汁和饰品摊位全都逛得到 才刚开幕就吸引了将近两万人前往 肉片在铁板上烤得滋滋作响 香气四溢 用大竹筒装着的是台东本地特色咖啡 老板还推出买咖啡送竹杯的活动 吸引人气 这里是台东新推出的特色夜市 全场大约500公尺 从各种美食小吃 特产饮料和食品摊位全都逛得到 还有人特地从台南上来 就是为了来吃台东特色美食 才开幕第一天就吸引了将近两万人 但在人来人往的台东夜市 你发现了吗 夜市里居然出现 秩序整齐的队伍 全部的人都靠右走 历史中的方向完全不会打结 因为台东人很守秩序啊 也就是习惯到一个方向国吗 对 也有阿嬷自己带了两大盘苹果摆摊 一颗苹果只卖十元 因为不管摊贩的大小 只要你有东西卖都能来摆摊 总共135个摊位 透过抽签决定 租金一天只要150元 这都是真购的 不管是飞鱼软香肠 地瓜酥 还是台东原住民自己制作的特色编带 种种商品令人目不暇迹 除了希望能吸引观光客 也让台东的夜生活更添色彩 夏天蚊子多 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在耳边嗡嗡地飞 最令人头痛了 没想到就是有人异想天开 举办补蚊大赛 一个月内 看谁扎到的蚊子最多 就能够抱走十万元新台币的奖金 结果一名来自云林的妈妈 集结亲朋好友的力量 总共扎到了超过400万只的蚊子 成功抱走了第一名 张庄欢迎十九号参赛者 我的天哪 妈妈两包弟弟包一包 整整三大包黑不溜溜的袋子 它里头都是蚊子尸体 台下其他参赛者看到木凳口呆 袋子里头仔细看 还能够发现有蚊子头和翅膀 甚至一整只清晰可见 来自云林土库的黄小姐 忙起来收集 包括了田边地下室 还有户外甚至是水锅旁 集结的众家亲友来收集 只要是蚊子多的地方都放上一台 十台补蚊器短短一个月之内就搜集了这三大包 蚊子有1.53公斤这么重 以1000只蚊子有0.3公克来换算 眼前就有415万只的蚊子 我们住的那边有那个地下室啊 还有那个平房的三合院的门口 还有我的房间也有一小小错 蚊子多到连儿子也要帮忙抓 一对小小到处都是被咬过的痕迹 当初只是以玩热的心态来收集 没想到能够夺冠爆走10万块钱的奖金 他乐歪了 蚊子多到连儿子也要帮忙抓 蚊子多到连儿子也要帮忙抓 一对小小小到处都是被咬过的痕迹 当初只是以玩热的心态来收集 没想到能够夺冠爆走10万块钱的奖金 一段视频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多辆高级跑车在高速公路的隧道内 一路飙车蛇行 严重影响了周围汽车的行车安全 网友随后发现 参与飙车的都是属于岛内一个 超级跑车俱乐部的车主 一旦查证属实 他们不仅做了最坏的示范 还将吃上高额的罚单 哄罗罗声音跨破夜间 边尬车 车上的人边自拍影片 接下来更夸张 紧咬前方的法拉利连超两台车 不停换车到危险动作 简直像玩命 重看一次 并视大尬法拉利的场景 居然是在疑似新店南往北的隧道内 公然蛇行高速狂飙 完全不担心会不会发生车祸 影片po上网 网友揪出17台车 都是属于超级跑车 GPRS俱乐部的车主 前几天去大阪根 出游回来自拍上网 这边可以吧 都可以 都可以 同样也是来自GPRS俱乐部车主 是不是同一批人无法确定 这一回聚会 只见车子一辆接一辆 大喇喇停的地方 居然是人行道 每辆车来头不小 BMW已经算基本款 隐晦色这辆是冰市 传出小天王周杰伦 就开着这台 接受CN专访 黄色保时捷 上头挂的则是零食牌 以时数300文明成为 名造一时的顶级超保车队 一旦警察查证属时 除了最终会吃上9万罚款 恐怕也会纵损形象 在车水马龙的台北街头上 出现一辆高速公路的 特约拖吊车 车上叠放了两辆车 后面还挂了一辆轿车 而且拖吊车的司机 竟然没有用任何的绳索进行固定 一路上摇摇晃晃 现象还生 没看错吧 拖吊车驾驶 竟然在市民大道上表演特技 把镜头拉近一点 定格仔细看一下 这辆拖吊车上头叠了两辆车 后面还拖着一辆轿车 轿车车顶上方 还放着一个不断闪红灯的警示灯 提醒民众注意 这辆车就这么大辣辣的 在车水马楼的路上奔驰 拖吊车一路从市民大道 开完板桥文化路 虽然维持时速60公里 但叠在上头的两辆轿车 却只有一个吊杆压柱 没有任何绳索固定 一遇到颠簸路面 两辆车就会摇摇晃晃 原本跟在后方或是一盘的轿车 也都赶紧下的变换车道 就把车子跌落下来 被砸到可就衰大了 装载货物不稳妥 造成行车危险的话 这是处罚汽车所有人 3000到9000元 再看一次 这么夸张的拖吊车叠叠的画面 不只无视交通规则 也罔顾用路人的安全 让人傻眼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海峡五报回来 我们继续新闻 台中一名孕妇挑战马拉松拼图 中途震痛送医早产 台南一女子得女不义 与新生儿拍摄全裸写真 展现纯真母爱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台中有拼图迷要挑战24小时拼5万张拼图的记录 他们得一天一夜不睡觉 完成50幅各1000片的拼图作品 而最为特别的是 在24名挑战者当中 有一位32岁的准妈妈 她挺着大肚子来拼图 但是拼图拼到一半的时候 她开始阵痛送到医院后就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 这组五六个人合力花了一个多小时又完成了一副拼图 但隔壁桌的同伴还在努力 和1000片零散的一块块小拼图奋斗着 说大家能够先了解一个区块然后把它先拼出来 五颜六色的小块拼图要怎么凑出花样实在很伤眼力 不过大家挠眼手三方合作 花了一天一夜24小时没睡 拼出35幅1000片的拼图 3 2 1 对 今天下午回去就睡了 早上睡多久 早上就睡到明天起来上班 有24位网友通力合作 从前一天早上10点开始分组玩马拉松拼图 但活动结束前少了一位32岁孕妇 原来她31号从上午9点拼到下午5点回家休息 晚上就到医院待产 就一直联络不上她 家人刚才打电话来说 已经生产了 人在医院 活动成本人说这位孕妇 原本预产期是8月8号提早了一个礼拜 还好母子平安 虽然活动最后无法完成原定的50幅拼图 大家还是玩得很高兴 这位拼图迷妈妈的生产经历 一定会让她自己都觉得很难忘 而台南一位张小姐 因为受孕生女实属不易 决定要用特殊的方式来纪念这段经历 于是她就和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小宝贝 母女二人一起全裸入镜拍摄写真 想借着这样的一组图片 展现最纯真的母爱 小女娃依偎在妈妈怀中喝奶 还有这张在妈妈怀抱下舒服的睡着了 照片中的妈妈和小孩依偎照 显示十足的母爱 不过里头的大小主角全都脱掉衣服 这对母女这么大人作风 原来是因为眼前这个小宝贝 实在是得来不易 我觉得女人怀孕生小孩是一个很光荣的战役 因为怀孕的过程 其实蛮辛苦的 又很漫长 原来张小姐本身患有巧克力囊肿和子宫肌腺瘤 她要试着怀孕十年多都不容易受孕 在医生鼓励下好不容易总算怀孕 为了纪念这历史的一刻 妈妈在家人不知情情况下 拍下母女全裸写真照 小女孩现在已经一岁两个月 白白胖胖十分健康 张小姐说过去十年来求子过程辛苦 不过现在能看到小孩健康长大 一切都值得了 而这前卫性的母女裸照 也的确将对纯真的母爱显露无遗